在没有杯子的情况下 你可以分辨哪一杯咖啡是全家咖啡 哪一杯咖啡是7-11的咖啡吗 根本就不可能嘛 药品的辨认就是这么的困难 想要健康就先从了解药物开始 大家好 我是威廉药师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药师很常被问到 但同时又是很困难的一个问题 诶 药师 请你帮我看一下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药啊 你这个药都没有外包装了耶 连药袋都没有 你有医生的处方吗 没有啊 早就丢了 那你这样子我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哦 你不是药师吗 问你这是什么药你也不知道 很多药都是白色的 我没有你的药袋也没有盒子 你也没给我医师处方 我真的不知道你这是什么药耶 你不是药师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不知道 一堆药 颜色都一样的 大小也一样的 我是要怎么分辨的出来 从一颗裸定就能够分辨出 这是什么药 它是什么作用 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 至于像日具 默默奉献的药师 用吃的来分辨药物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又不是神农市场摆草 我们也不是主厨在尝味道 首先药品真的太多了 各位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个叫做 健保用药品项查询档 就会发现到 光是健保用药品项就有六万五千多种 我们扣掉了非口服药 以及重复的品项 打个五折好了 也有三万多种 这么多的药 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都记得它们的外观的 而且同样成分的药品 会有不同的厂商制作 制作出来的外观就会不一样 我们以最常见的 Acetaminophen 普拿腾为例子好了 在台湾可能就有五十多间的厂商 在制作这个药 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五十多种 不一样的外观 这么多的外观 药师是不可能每一个都知道 它长什么样子的 况且药物不是食物 只要分辨错误了 就会有很严重的状况发生 但是药师还是有一些方法 可以快速又准确的 分辨出这些裸定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三招 你可以分辨你手上的药 是什么药的方法 第一招呢 就是看它的外包装 药品的制作在外包装 一定有它的健保码 在这边我以卖优作为例子 我们可以在卖优上面看到 有个未属药书制 第20571号 有了这个健保码 就等于你有了这个药品的身份证 你只要上健保署的健保用药品 像查询这个网站 输入健保码就可以查到这个药的全部资料 包含了说明书 也就是访单 也包含了外盒 还有这颗药的裸照 这边指的裸照是药品裸定的照片 第一招是我最推荐的 准确度也非常的高 推荐大家如果未来在拿到任何药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个健保码输入到网站上 去查看看它的身家背景 会得到很有趣的资讯哦 第二招呢 就是看药袋或者是处方签 如果你的药品外包装 或者是药品的铝箔包装都已经丢掉的话 就可以用这一招 清楚的药袋上面也会显示健保码 但是仔细一看 这个健保码好像跟药盒上面的有点不一样 这组包含英文以及数字的健保码 是药品更完整的资讯 一样 你把所有的英文字以及数字 全部输入到刚刚我说的网站里面 都可以找到你要的资讯 如果你觉得看药袋看处方很麻烦 好像在看天书一样都看不懂的话 没关系 你就把你的药袋或者是处方 拿着你想要知道的药去问当初给你这个药品的医院 或者是药局 询问那边的人员 他们就可以给你答复了 再来第三招也就是最后一招 就是看外观 诶 威廉钥匙 你刚刚不是说看外观是非常困难的吗 没错 所以我们除了用眼睛看之外 同时还要开机关 这边建议大家使用由药师全国联合会 所提供的民众用药查询 拿着你想要知道的药 一个一个输入它的外观特征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 例如你今天拿了一颗黄色 长条形的定计 就可以输入定计 长远柱形 黄色 点选药品查询 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资料 这些药品呢都是具有以上特征的药品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点进去看 跟你手上的药做个对比 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得出来的资料通常都是很多个 所以我们还要按照一些经验法则 例如你吃的药是止痛药吗 血糖药还是高血压药 我们再用这些作为判断的依据 来去找出哪一些可能是你吃的药 所以想要辨论药品 是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没错 而且如果你的药 不是健保药 或者是说它根本不是药品 很大的几率 我们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 所以回归到根本 大家拿到药的时候 最好可以留下它的外盒 包装 药袋 或者是处方签 以上四种 建议至少留一个 以方便后续药品的辨认 尤其在住院的时候 如果你本来就有在吃别间医院开的药品 你就可以留下它们的外盒 留给住院的药师 方便它们辨认 让它们去统整你所需要吃的药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威廉药师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我有Facebook的粉丝专页 也希望大家可以上来跟我一起互动哦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啦 拜拜